古时候从小就叫小就叫进 所以从小养成习惯 也有所谓 少臣若天心 习惯成自然 从小培养 长大了就不行了 而且中国的教育 从胎教开始 母亲怀孕 就知道自己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会影响小孩 所以古时候怀孕之理 这十个月一定要遵守 念头要端正 不能有不善的念头 不能有不善的思想 不能有不善的言行 处处都要坚定 要为小孩 这个小孩生下来好骄傲 他所屏受的是母亲的正念正气 啊 弟子归 不是叫小孩念的 弟子归是杂根教育 怎么杂的 父母在家里做出来 给他看的 表演的 那他父母还年轻啊 他的父母都在啊 你看他怎样孝顺 他自己父母 小孩看到了 小孩生下来 他就会看 就会听 就在模仿 就在学习 啊 所以古艳语说 三岁看八十 你看从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一千天的学习 就是他的根 这一千天 这个根杂的正 八十岁都不会改变 一生都不会改变 现在没有了 现在教育 什么时候开始 三岁已经学坏了 已经一生的麻烦了 怎么教法 古人讲那两句话 教儿应害 教夫出来 有道理啊 夫是娶太太 媳妇去进门的 进门就要叫啊 过几天不行了 什么都要开头啊 从头就要进 头要带得好啊 那源头歪了 后头就麻烦大了 婴害 一出事 你就不要小看他 你以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灵光的很 他什么都懂 要给他 父母在婴儿面前 要手里 要端庄 让他看到 所有大人 见小孩 不能随便乱说话 表演的 表演的全是正面的 负面的 不能让他看到 不能让他听到 不能让他接触到 这母亲保管了 三岁就跟砸下去了 大概五岁都不离开母亲了 六岁有的上学了 最晚七岁上学 上学就叫个老师了 老师做学生的榜样 都是做给他看的 那个时候 要教他 为什么要孝顺 讲故事 讲些给小朋友听 讲孤身献献的故事 他都记得了 这好榜样 教他学规矩 教他学做人 他懂事 教他背书 背书的目的 一定要晓得 背书是一种手段 目的是不让他胡思乱想 他不背书 他会胡思乱想 用这种方法 不许可他胡思乱想 那背书的第二个目的 这是附带的 熟悉古圣献献的教会 谁不用跟他讲 他太小了 不必讲 就是叫他读 叫他念 叫他背 会背了 背一百遍 零腹差一点 背一年百遍 加一倍 他不会忘记 他不会有邪念 这样把小孩培养出来 到十二三岁 只会开了 再跟他讲 以前所学的这些典籍 给他讲道理 他懂了 所以中国的儿童 小时候是与人家管教 没有自由 不是小天使 外国是小天使 他的佛报 全在少年时候 想光了 所以后来 一生要受罪 中国人小时候 一点佛报都没想 佛报留在晚年下 晚年退休了 所以中国从前 教育跟养老 家庭负责 教育私塾 就是家庭子弟学校 大家庭 一家三五百人 小孩很多 所以是家庭子弟学校 教育是家庭负责的 国家这是来考取 来考人才 小孩考中秀才了 国家就有一份 这个供给 给你 你就不必工作 国家就养你一辈子 你好好读书 你好好读书 再参加考试 将来为国家佛服 从前是这个制度 老人养老了 落叶归根 归根是回去养老 天论之路 等于说 家庭有养老院 老人都在一起 老人跟小孩玩在一块 多快乐 都是自己的晚辈 真快乐 所以外国人跟中国比 怎么比也比不上 中国极限的呢 社会安定 长治久安 太平盛世 谁的功劳啊 家的功劳 为什么 每一个家都把小孩叫好了 就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所以各种行业里头 哪个行业 最令人羡慕的 就是左官 左官是吧 很清高 别人尊敬的 待遇也不错 最快乐是 没事干的 没有案件的 一个月 两三个案件 你还有事情干的 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呢 都是 诸作 游山万水 四窟 里面的几步 也大半 都是这些人的 诸作 就没事干 干这个 这是最令人羡慕的 三百六十行 这一行 最清高 那谁念书人 都想做官了 现在颠倒了 陆克文 做总理 要求 我去访问他 见我面 比我这个杯子大了 断了一大杯 告诉我 咖啡 一天喝五杯 我说 精神不够用 我当时告诉他 现在学会 过行过夜 干你这行最辛苦 真辛苦 操心 干我这行最快乐 他笑起来了 第一次下来了 我写六份信给他 劝他 别做官 搞传统教育 那一生全心全力 搞这个 我叫他 修孔子 修释迦牟尼佛 不要做官 好 这人是好人 好人 不能做官 他不是别人对手 所以 走释迦的路 走孔子的路 绝对真求 好